全國政協13屆常委會第15次會議今天召開 會上決定了政協第13屆全國委員會第4次會議的召開時間 並就會議以前提出了建議 全國政協13屆常委會第15次會議決定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13屆全國委員會第4次會議 將會在3月4日即是本週四在北京召開 建議會議的主要議程是 停取和審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的工作報告 和全國政協13屆3次會議以來提案工作情況的報告 列席中華人民共和國第13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4次會議 停取並討論政府工作報告和其他有關的報告 討論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14個五年規劃 和2035年的遠景目標干擾草案 方安威視綜合報導 提案